标志国入警王八蛋被送半呛媒体拍什么拍啦 首次上稿11点22分 更新时间17点29分 记者王定传 新北报道饭店大亨标志国昨晚被控入骂原警王八蛋 祸害他的子女也加入战局与警方发生拉扯 警方因此依妨害公务罪嫌将三人送半新北地检署复训后已将三人请回 警方今日将焦志国与子女移送新北地检署复训时 焦志国面对媒体询问时略显不悦地表示拍什么拍啦 据了解焦志国进入地检署后一度向法院申请提审 后来又主动撤回 检方复训之后已将三人请回 新北市三峡警方局北大派出所昨晚接获民众检举 有民众将车辆停在人行道上 警方前往取缔时发现驾驶竟是焦志国 怎料他疑似不服取缔涉嫌怒骂远警王八蛋 祸害焦志国的子女也加入战局 与远警发生冲突 警方最后将焦志国等三人压制在地 并依妨害公务罪嫌送半 二人压制在地图上